下面我们再来看南加州方面的消息 11月8号上午国会众议员赵美馨 在Rosme社区中心举办了一场年度火急发放活动 此举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感恩节中 给本地弱势民众献上肥美的火鸡 让疫情期间的感恩节不再冷漠 请看报道 为了在即将来临的感恩节里 让弱势民众都能吃到火鸡 国会众议员赵美馨 于11月8号上午在Rosme社区中心 与圣盖博水局联合举办了一场年度火急分发活动 上午10点赵美馨在其助理们的陪同下 与圣盖博水局工作人员一起 在Rosme社区中心停车场 以得来数方式向其选区内的17家 非营利机构发放了170只冷冻火机 在活动现场 由各机构工作人员驾驶的汽车 依次开进火机发放区 赵美馨和工作人员分别把一只只火机 装进他们的汽车 前来领取火机的各非营利机构代表 感谢赵美馨的爱心捐赠 他们将把火机送到需要帮助的各个家庭 当天接受火机的非营利组织包括 阿罕布拉拉丁裔协会 阿塔蒂娜老年中心 亚美尼亚救济协会 中国残疾人父母协会 Footheal Yoni Center 大帕萨迪娜跨中派部长联盟 内罗谷希望合作伙伴 天普市瓦吉尼斯俱乐部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Montry Park P397 帕萨迪娜分享膳食计划组织 Rosemigawi老人中心等17家机构 加州国会第27选区众议员赵美馨 每年都在感恩节前夕 举办火机捐赠行动 今年他再次与圣开博谷水务局公司合作 向17家非盈利组织提供火机 以此来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and I'm so happy to be hosting today's Operation Gobble which is a turkey giveaway to needy families in the San Gabriel Valley today we're giving 170 turkeys to 17 organizations they're non-profits who know who the needy families are we are doing this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nobody goes without food on their Thanksgiving day you know it's been such a hard year and a half and 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been laid off from their jobs or who lost income somehow we want to make sure everybody's fed so I think this Thanksgiv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and I'm so glad we were able to give away so many turkeys 赵美馨表示 圣盖伯谷区还有很多贫困家庭面临生计困难 特别是因为疫情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需要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我希望把这些火鸡送到他们的餐桌上 让这些家庭的感恩节假期更加温暖和愉快 汉天卫视记者吕丽川洛杉矶 Rosemis采访报道 针对近期以来南加华人社区 乘出不穷的电信欺诈 商业诈骗等案件 华新讲堂一日前 专程推出一期线上法律研讨会 加州高等法院 美国联邦法院注册出庭律师 李斌先生在会上做了 欺诈满天飞 常见诈骗犯罪及预防要点 专题讲座 李斌律师在演讲中详细介绍了 常见诈骗手法 告诉我们如何预防上当受骗 今天介绍起演讲的第十一部分 那个不是你做的 或者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这个是身份那个被盗用 这个事情发生在最近吧 发现有一个客人呢 在申请准备买房子 然后呢要贷款 然后呢那个银行给他讲 你的这个信用太不够啊 你已经借了那么多房子 你已经借了那么多钱 买了那么多房子 怎么 我不可能再借款给你 虽然你信用分数很好 但是我不能再借钱给你了 太多了 那我客人讲 我没我没买过房子啊 我只有一张房子 其他房子不是我的 哎 没有还没有仓库 我也没有仓库啊 这都不是我的 你猜怎么着 所有这个东西 有人就把他的这个 用他的information 买了所有这个东西 OK 买了买在买了很多的房子 买了很多的这个仓库 买了很多的投资 但是我客人的意义 一概不知 他身份完全就被断用 而且他这个 他把他的信息 给对方的这个银行 给那个 给那个credit card company 跟他讲 哎 这不是我 对方讲 对方那个 那个贷款公司讲 哎 你每个月付款都很及时啊 对不起 我们不能把这个取消掉 这就是你啊 那你说客人愿不愿 我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可是现在把它就 就归着他们这个 他身上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起诉 在这里呢 可想而知 这个一旦发生的话 所以这是很糟糕 头很大的事情 因为你 人家用你 已经完全代替你了 在所有的 所有的 你已经成了一个 一个附属品了 人家用你的身份 在外面招邀账片 把你的信息 在这种情形之下 在我这个案例里面 他 这个人还没有 把他的信息给破坏了 但一旦破坏了 我的客人就毁了 好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所以呢 在这里 你的Five Code Score 一定要每年 TransUnion 或者是Aquifax OK 你这里面 你都要 你一定要 一定要make sure 你那个 要去每年 至少每年 要查一次 看有没有什么 其他型的 那个 转移 就是 使用你的身份 OK 以上是今天 汉天卫视新闻节目的 全部内容 祝各位观众 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Cinion 税 雅 鱼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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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